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大早有人送你 抄个瞧瞧呗 老宗器 小子 你还活着 我和老雯到处找你啊 秋子任你家临身说 你根本就没回去过 你爷娘也找不见了 你在长安 不来找我和老雯哪 谁保了你 干吗 起来 起来 兄弟 笨得不错呀 是 做官了 在兵部 从六边 惹 你一混弄好 兄弟们开心呢 来 你不知道 封翠宝活下来的兄弟们呢 多数我都遭到了辩护 我知道 你们遇上任何事 我全都知道 只是我一直在躲着你们 弄一眼 我自家兄弟还藏着眼睛呢 怕我们上门找你们要好多啊 爷娘都来查了吧 好 这过年的时候可以一起看看花灯 第八团的兄弟 替你高兴 你们 他们都是屈死的 哪点我们逃出去才知道 盖将军六千大军 早就埋伏在风水堡所进 一直等到敌军大部来袭 第八团全军覆灭 他们才肯现身 别胡说 盖将军爱惜第八团 我们不能因为 他并白被撤关 就像其他人一样 都是假的 你把传二军调命 就是钓鱼用的仇 我真是 我最不说你把他的兄弟 扶起来 我又不带死你了 我又不带死你了 没有你不行 死丫头 长本事了 给我滚住这个邓毫 白白都是龙五军 你先来让我出去了 我就是送死了 你答应我 阿姨照顾好我的 老子的观念你都没有意儿 你当这是什么地方 你整天跟什么人混在一块儿 年轻就可以不受规则吗 什么是规矩 什么是规矩 我阿姨守规矩 可是他死了 你阿姨就是死在这些 不懂规矩的人手里 但是他们赢了 得有人告诉他们 选择扣害别人 就得付出代价 你犯了错 怎么改 那个人有东西 小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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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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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相信到我 也许上面那个人不是敌人 是朋友呢 能送你磨刀石的敌人 你也值得尊重 别过来 到灯笼门前 你躲起来 等我把所谓的龙虎军都砍倒 左舰无人 你就拼命地往外跑 跑到广场上 砍到一个拔车 你就走进去 你跟拔车里的人 都是我闺女 他会帮你 你要一直走啊 等今天的事过去之后 到了清晨 你就回到乡铺 就当今天什么也没发生了 什么都不记得 等过了两年 风平浪静之后 你自己 就找了一个好的夫婿 像你阿爷那样心存善言 像我这样不被一个人欺负 你们要生很多的吧 在长安 开支散业 记住了吗 那你呢 我会和你阿爷 好好看着你 看你在长安 过得越来越好 为什么我非要留在长安 如果当初我阿爷愿意翻倒 他就不会死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离开 你也不必死 天下那么大 我为什么非要留在长安 那日 我为了杀丐家愿 给第八团的兄弟们报仇 你知道你阿爷跟我说了什么吗 他说 你不是一个人在长安活着 你是替第八团所有的兄弟们活着 你也一样 只有你留在长安 我们才会被人记住 你的子子孙孙 才会在长安把我们的故事传下去 长安没有那么好 长安是我们的信仰 是我们拼死守护的东西 只有他越来越好 我们死的才有价值 你还在相信呢 被上方当作猪狗牺牲条 你永远相信这种屁话 我阿爷自己已经不信了 他那么会讲故事 他自己已经骗不过自己了 那天之后 他每天都喝酒到天亮 你不也是一样吗 信仰没了 人就完了 他 做什么事情都没意义了 你的故事告诉你 无论何种境遇 你仍然是 长安不良帅张晓晶 无论何种境遇 我都是安息铁军 第八端的一个兵 兵的指头就是守护 不管守护的东西值得 还是不值得 哪怕长安智剩下一个百姓 也值得少 那你就更应该跟我走 我都不值得说 我都不值得看护的东西 你也不值得不值得护的东西 我都不值得护的东西 你也不值得护的东西 是什么呢 各国把我文家志向的方法传授出去 再学习心法带回长安 一道香料是什么 我阿爷说 那是一个人 向别人表达自己善和美 隐藏缺信的心意 如果长安人彼此之间 都能够借助气味相投 注意交往 那长安人和各国人之间 也都可以 虽然在你看来 志向只不过是雕虫小技 可是我的一生还很长 我可以不断往来 促进善意 哪怕是减少边关的一场小小战争 不知会救下多少像我阿爷 和你这样的人 老婆 你叫我闺女 可以 但是没有你不行 有你在身边督促着 管遇到什么难事 我都不会打退堂鼓 所以我才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让你活着出那个死牢 你快帮我解开吧 只要咱们一起上去见了那个人 他说完想对你说的话 就可以放我们走 他知道别的出路 我 我 送你出灯笼 回来见了他 我再去找你 不是 喂 喂 张公 辛苦了 闻了我的香 你总算想明白事了 跟得清好坏 黑白 灯笼里不应该有女工匠啊 请兄弟们收到 我等 护送张公 出灯笼 上 张公 所言非虚 这灯笼 果然有险情 张公 今日舍命护卫长安 是大功臣 袁某方才 为婚礼急温所蒙蔽 故与张公生了一些嫌隙 现 圣人亲命各司 尽心核实张公公过 袁某 这才明了实情 心下羞愧不已 腿不行 张公请看 太子 右下 联合起草 更有圣人欲批的特赦令在此 给袁柴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瞬计张都尉啊 请二位尊驾下来 右萧位 龙武军都在这里 可证袁宰所言非虚 绝不会为难二位 张都尉驾下来 既然说登楼有大修险 单枪匹马怕事不成 先送你们出去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这些兵 既然圣人说他是功臣 那现前给他定的死罪 就可以免了吧 袁某官列大理寺 专司查案定罪 熟知唐律 正是有将功折罪法外赦免的条例 张公尽职无私 当得免罪 更要让世人传颂其功德 以教化万民 行事正因百折不倒 不忘初心 先出去 让广场上的百姓夺夺 我先给你打开 先出去再说吧 总算可以堂堂真正地活了 廖头 犯件事能办吗 张都尉尽管吩咐 远载有离时调动诱销位的权利 这位王章五长更可以通知龙女军 让广场上的百姓悉数撤离 一刻之内撤出两里 走 就算神仙人不恼 那百姓又不是兵 哪里能撤那么快 张公既然提了要求 就必定有他的缘故 还是招牌 百姓不是兵 我们是兵 我们帮百姓撤 老吴军 大姓 是 请我来 是 干什么 替他松绑 牛尽所赋徒手难解 我来 文冉 之前兰卫要杀我的时候 你舍身救我 我很是感激 都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那我帮你柔柔 活动一下筋骨啊 张公 对不起 你的腿 带我从西域回来 我给你带起 把他绑了 跪一下 踢到 把刀扔了 跪一下 跪一下 我们这房骗子 凶徒张小将 圣人只说暂时不定得罪 可并没说你果真无罪 眼下看来 你和这女子是同党 张小将 张小将 你早一分认罪 我就早一分上报 光厂百姓就早一分撤离 张小将是好人 可你不是 张小将 想撑住了 说话算话 对了我 放了为人 疏散百姓 要不然咱们谁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跪下 好 你好好看他 你做人不分好坏对错 他都可惯着你 他为了维护你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有你这么个软肋 他这位子能做好什么 你做得对 你做得对 他就是纵着我 为了我 他什么都肯做 一允凶途之想 推大胜 张小将 让我活着 丫头 尽了 尾双奇迹颠色恨 西诗红薄木 静坐柳杯裙 不信且长短 未来看却没进去 我还得麻烦你一件事 给我照顾好的人 让他 不是我们要是不开心的 让小静 给你到长安城都热 他太 也 配不了你 不信且长 回答不去 明镜节 起来 你得活着替他报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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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Sta 来 走 眼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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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 街窗 歸的 恐懼 哦 哦